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嫌我买的东西贵 说小孩不用买那么好的 看着闺蜜们在群里吐槽自己的婆婆 我实在忍不住 便插嘴道 请把你们婆婆帮你们带孩子呀 知足吧 我女儿看见别人喊奶奶 就问自己爷爷奶奶在哪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好 话一出口 闺蜜们便把矛头转向了我的婆家 他们家太过分了 事件罕见 只要何阳对你好就行 起码你不是丧偶是玉儿 然后我安静了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我结婚四年了 公婆健在 可是他们却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 我不想见他们 他们更恨不得将我扫地出门 因为我 老公何阳和他断绝了关系 我婆曾扬言只有我们离婚 他们才接受何阳这个儿子 别误会 我没有什么劣迹污点 只是家庭条件一般 读书一般 工作一般 长相一般 普普通通的一个平凡女子 在婆婆眼里 我就是配不上她儿子 我与何阳相识在大学 我们读的都是专科 何阳很帅气 很上进 毕业后又读了研究生 而我因为家里不吃迟 就没有再读研 作为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子 我吸引何阳的也许就是善良淳朴吧 她说跟我在一起觉得踏实 直到我们俩谈恋爱后 何阳妈妈一度缩减了给她的生活费 并屡次劝她跟我分手 可是未能如她所愿 我们俩坚持了下来 我跟何阳说 只要她不主动离开我 我不惧怕她的家庭压力 她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先在何阳学校所在的南方工作 她毕业后也在当地找了个不错的公司 但是没想到她妈妈追了过来 闹到他们单位 要求他们领导解雇她 何阳面子上顾不去 随了她母亲的愿 跟她回了家 在家里的安排下进了机关单位 为了爱情 我们毫不犹豫地辞职 来到她的家乡安身 因为何阳家里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直在外租房住 她与家里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 我相信爱情是婚姻的通行证 别人没有权利将我们分开 况且 我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我天真的以为他们会接受我的 那天春节前 何阳打算带我回家一趟 我穿着网购的米色毛衣 裸粉色大衣 在镜子前照了右照 一遍遍练习甜甜的微笑 何阳夸我好看 我重拾起那可怜的自信 拎着在砖柜给何阳父母买的保暖衣 跟着何阳回了家 何阳父亲开的门 他吃惊地说 你们来干嘛 我脸上善善地 仍然竭力保持着微笑 叔叔 我想来看看您和阿姨 何阳抓着我的手 拉着我进了门 皱着眉头说 爸 您怎么这么稳 客厅里 何阳的妈妈在看电视 看见我们来了 腾得站起来 谁让你带她来的 我给你接受的女朋友 你为什么不去见面 我还是那句话 不同意 赶紧走 别在家里爱我的眼 他发怒的时候撇了我一眼 那眼神真让我不寒而栗 面对他父母的冷言冷语 我心会意冷 却不甘心被别人瞧不起 那一刻 我报复性的决定一定要拐走何阳 这样的父母就该见不到儿子 我心里委屈 却只能装作不在意 我对何阳说 我不想你和家里闹那么僵 他们是你的至亲 如果你选择与我分手 我不会怨你 怪只怪我自己不争气 如果我不是这么普通 他们也许就接受我了 何阳是个重情义的人 在父母那里 他有自己的原则 绝不低头 都什么年代了 法律保护婚姻自由 我们俩没有给他们通知 就去名证局领了结婚账 我妈很生气 她觉得养我这个女儿丢人 嫁人也嫁得没有面子 没有宴席 没有亲友的祝福 我收拾了一下行李 就跟我妈到了别 我没有婚纱 没有婚礼 何阳只邀请了几个要好的朋友 吃了顿便饭 宣布我们结婚了 俗话说 生米煮成熟饭就好了 我想说的是 应该是女风父母吧 如果是女儿未婚先孕 或者是先斩后奏的嫁人 甚至私奔 很多父母因为心疼自己的女儿 多数就认了 可是若南方父母很固执 那么想改变太难了 婚后 何阳又带我去李子塔父母家 我拗不过 硬着头皮跟着她 但是我们还是吃了闭门羹 何阳一直敲门 两久 婆婆才打开门 她疯了一样将我们带的礼物 扔到了走廊上 问狠狠地对我说 我不会承认你这个儿媳妇 你配不上我儿子 你们必须离婚 又对何阳吼道 想让我承认她 那好啊 你们有能拿给我五十万的养老钱 我就认了 否则你休想进这个家 何阳大声宠她妈喊道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然后她拉着我的手 头也不怀地走了 一路她把我的手钻得很紧 我看到她眼里有克制的泪 那时我想着只要何阳爱我就好 打算与他们的家人老死不相往来 有多爱就有多疼 一面是亲情一面是爱情 我知道我必须好好对何阳 才不辜负她为我付出的代价 两年后我们攒下了一点钱 又将所有亲朋好友借了个便 终于凑够了新房的首付 加上公积金的贷款 我们终于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当然没管家里要一分钱 何阳以为等我们有了孩子 关系就会有所改善 然而我生的是女儿 我生产那天 何阳跟她父母通了电话 那边一听生了个女儿 直接撂了电话 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何阳有三个姐姐 可见他们家是多么的重男轻女 我母亲因为要照料哥哥家的孩子 很难抽身过来照料我 因为距离比较远 她也不方便经常来 于是学完产假 我就给女儿断了奶 把她送到了我妈家 与女儿分开的时候 我不敢送她 自己躲在卧室里哭得撕心裂肺 我骗她说很快去接她 可因为太远 总是要一个月才去看她一次 经常看不见孩子的时候 我对着女儿的照片发呆 看到母亲发来的视频 我会不由自主地哭起来 我想辞职 可是我不敢 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害怕如果没有工作 我在这个家里更是一文不值 也不会有被接受的那一天 有了孩子 有了人类 我每月长途跋涉去看女儿 回来是那种揪心和绝望 让我一次次在何阳面前吐槽她的奇葩父母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她没有这样对我 别人都有爷爷奶奶陪着 为什么我的孩子连妈都难见 何阳只是默不作声 搂着我的肩一脸的愁苦 我不理解 从小疼到大的至亲 怎么能狠下心 说不见就不见 到了何阳的生日 她说想给父母打个电话 我没有阻止 可是那边说 不想离婚就给他们一百万 否则各走各的路 就当不认识 何阳欲言又止 一个人坐在沙发里很久 她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自言自语的样子 我看得很心疼 我妈带着俩孩子 有次下楼不慎 把脚挽伤了 她累极了会对我说 都是因为你 我才会这么辛苦 我忍不住审视自己 是我让何阳女儿 妈妈 自己都过得不痛快吗 当初是他们家看不上我 我们倔强的自己领证 半酒席买房 不禁他们同意 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 这是一种无理吧 他们唯一的儿子 被我带走了 那个母亲 将我肯定恨之入骨 有时候我会想 如果我女儿 将来找一个 不被婆家认可的家庭 我会作何感想 会允许吗 不会 不舍得 我能做什么 我唯有教她自立自强 活得有底气 活出骨迹 能让人高看一眼 绝不让她被轻视 而我这个当妈的 却是个失败的例子 只能给她经验教训吗 我不忍心看何阳 因为我与原生家庭决裂 不甘心让女儿未来 把我当反面教材 我必须强起来 为自己 为女儿 也为何阳争口气 我开始利用 尚能利用的空闲时间 考取会计终极证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 考试通过的那一刻 我仍不敢松陷 下班后 除了跟女儿视频 我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来提升自己 紧接着 又开始备战硕士考试 三年时间里 我每个周末 都要去济南上课 其中的辛苦 只有自己知道 如今 女儿已经接到我们身边 读幼儿园 我也凭借资格证书和学历 又跳槽到了当地的民企 工资已经翻番 比何阳多 我想挣来五十万 甩给何阳父母看 虽然我知道很难 为了多方面的增加收入 工作之余 我也在朋友圈 做起了微商 时间过得很快 这些年 我一直会与何阳父母见面 每当女儿放学回家后 对我说 妈妈 我今天好想你啊 我感到幸福的同时 总会有点自责 因为我的原因 她三岁前 我们总是聚少离多 因为已为人母 我理解那份 见不到儿女的可怕心情 理解疼了二十多年的 心肝宝贝 被别人抢走的恨意 虽然我还有诸多的不理解 但是我依然感谢何阳的父母 感谢他们培养了何阳 让我遇见了她 她值得我为她倾尽全力 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我希望 我们能与家庭和解 不让最爱的人为难 我偷偷记下何阳父母的生日 连带所有的节日 常给他们发送祝福信息 不让我们登门 我就会快递过去礼物 不知道他们是否喜欢 但欣慰的是 没有收到拒收的信息 何阳看见我的变化 也有了底气 父亲节的时候 他单独约他父亲见了面 几杯酒下肚 男人间便能推心致富 情到农时 何阳哭了 他含着泪说这些年的纠结 说我的努力和成绩 给他看女儿的照片和视频 老父亲动容了 虽然家里都是何阳母亲说了算 何阳父亲会表示 他会劝他想开点 今年中秋节前 我们先录了一段真摯的视频 发给公公 何阳说 他希望一家团圆 我说 我一直在努力 想让他们满意 女儿背了一首唐诗 并助爷爷奶奶身体健康 活泼终于跟何阳说 你们回家一趟吧 我说服着何阳 拿出一张五万元的卡 带着礼品 去了他父母家 一进门 我喊了爸妈 女儿喊完爷爷奶奶 便怯生生地躲在了我的身后 还是公公拿出了玩具 引他 他才走过去 我破名先老了 我把卡交到他手上 说对不起 以前是我们太不懂事了 里面虽然只有五万 但是是我们的全部积蓄 我们以后会好好孝敬他们的 婆婆沉默了话说 只要你带何阳好就行 这些年 是我自己想不开 他话不多 但态度已经有了缓和 何阳也就顺势 把我们带的礼物 一一拿给他 终于 我们和他们开始了和谐 第一次坐在一个桌上 吃着紫团圆饭 那天我们才知道 除了看到我们自身的改变 公公还时不时 将网上老人生病时 子女不在身边的故事 转给婆婆看 加上周围朋友的例子 婆婆已不再那么固执 想当初我只想把能做的做好 不求他们成全 但求问心无愧 这个曲折的团圆过程 有我自己的努力 也有公公的功劳 我相信人间最真的是爱 纵使对方铁石心肠 也终会有理解的一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